第59届金马奖热腾腾的得奖名单出炉啦 一生一次的最佳新演员奖 由一家子儿姑姑叫的胡志强 打败周星哲等众多强敌脱颖而出 让他在台上激动到一度当机 最佳男女配角方面 两位得住都是首次入围就获奖 以哈勇家获得女配角奖的74岁 出人演员林詹真妹 开心到不敢置信 我没有想到会得奖啦 因为我那么老了 我很怕我上台这样子 可是今天很感谢我们的评审委员 能肯定我这个老人家 也感谢我的海用家的一切一切 而朱宣扬这次出演柯震东指导的电影《黑的教育》 同样让他第一次入围就成功骑马回家 其实就蛮幸福的 我觉得我可以站在舞台上 看着在座的各位在我面前 对我来说蛮珍贵的 我会记住这一个 在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中 周星哲虽然刚措施最佳新演员奖 但最终还是开心意 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夺奖 让他超级开心 刚刚真的 原本今天真的没有打算会拿到奖 真的被吓到 谢谢再次谢谢 我们会继续努力 另外在最佳新导演奖方面 刘国瑞以白日青春抱回奖座 这也是他继最佳原著剧本后 在本届得到的第二座奖 最佳导演得助恭喜陈杰瑶 成为台湾第一位原著名女导演获奖 最后则是每年大家最期待的奖项 这家男女主角奖方面 张爱佳奎为36年本届 灯火阑珊 山度丰厚 我一直都感觉就是说 做演员的本分就是把戏演好 得不得奖真的有的时候是运气 我相信其他的几个演员 都是非常棒的演员 我也是非常感谢金马奖能够在我 在我此刻 在我这个年纪 给了我一个新的鼓励 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 最后男主角则是由黄秋生 以白玉青春获得 而这也是他人生中 第一座金马影币 实在太开心了 而本届压轴最大奖 最佳剧情片 由一家子儿姑姑叫获得 恭喜以上得奖者